全省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 我是组织收听收看 温战斌会见广发证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葛常委一行 拓宽政企合作领域 助推汕头高质量发展 潮南区在龙田镇试点组建跨村大党委 以党建合作先行 推动各村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2022年9月20号星期二 农历8月25 欢迎收看温户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9月20号 全省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同时套开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和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真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对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进行研究部署推动落实 省委书记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孟凡丽出席会议 李希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充分认识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和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特殊重要性 高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 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把各项防护措施落细落实落到位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一要从严从紧抓好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坚决防止出现规模性反弹 要毫不松懈抓好本土疫情处置 坚决阻断传播链条 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要始终保持防控体系高效运转 提升指挥效能 强化监测预警 做好应急处置 要住劳外防输入区域协同 粤港澳联防联控三条防线 紧盯重点人群 重点机构 重点场所 确保每个闭环 闭紧闭严 每个环节精准精细落实 二要落细落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各项措施 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 要持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聚焦道路交通 微化品 城镇燃气 城乡自建房 水上交通 公贸 消防 旅游等重点领域 强化安全监管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确保制度执行到位 责任明确到位 措施落实到位 要以防为主 抓防灾减灾 全面加强森林防火灭火工作 毫不松懈做好三房工作 持续提升应急救援处置能力 三要有力有效 开展防风险保安全 互稳定工作 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坚决维护政治安全 深入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 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 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保持社会安定有序 四要以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责任落实 扎实有效做好各项工作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 要切实担起责任 带领全省上下抓好工作落实 省新冠肺炎防控领导小组指挥部 省安委会、省委平安广东建设领导小组等 要加强会商研判 强化全省一盘旗指挥调度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担负起 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党政一把手要亲自上手亲自抓 加强值班职守和督导检查 切实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担责 守土尽责 守土有方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虎主持会议 并通报全省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袁谷杰 通报全省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情况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 开至各地级以上市 省领导林克庆、陈建文、王熙、张小强、张新、王志忠 省职有关单位、中职驻月有关单位负责同志 各地级以上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9月20号 我是设立分会场 组织收听收看 全省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市领导温战斌、曾丰宝等 在汕头分会场参加会议 9月20号下午 市委书记温战斌 在市委营兵厅会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葛常委一行 双方就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拓宽合作领域 加强金融对产业支持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温战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葛常委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 并详细介绍汕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指出 当前汕头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视察汕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省第13次党代会和市第12次党代会部署要求 坚定不移走好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加快构建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 发展势头强劲 未来前景广阔 金融产业对一个地区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希望广发证券 加大对汕头的支持力度 强化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多方位合作 激活产业发展动能 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助力汕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葛常伟感谢汕头市委市政府 对广发证券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并介绍了公司近年来在汕头经营发展情况 他表示 广发证券将充分发挥自身专业和资源优势 在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盘活国有存量资产 产业研究规划 产业基金培育 产业人才培养等领域 深化与汕头的交流合作 进一步拓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为汕头加快建设 现代化活力经济特区 做出更大贡献 是领导赵志涛参加会见 一些村舍区规模偏小 集体经济薄弱 难以通过自喜自足 实现快速壮大持续发展 是乡村振兴发展面临的问题 对此 超南区在龙田镇 试点组建跨村大党委 以党建合作先行 推动各区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抱团发展 这片农田 位于葫芦村与大布阳村交界处 周边则是西西村和石坑村 不过一直以来 乡邻的几个村 却连一条互通的村道都没有 我们一般是从通往大布阳的那条路就相对来说会比较难走 然后会绕很远 大家心中都有一个愿望 就是修一条贯通几个村的路 但对于修路 各村谁都不愿牵头 一些细节也不容易协调 就是因为这种村里村的界限 所以他一直不愿意去打通 记者采访这天好消息传来 在西西村大党委牵头协调下 各村终于打破隔阂 修路一事很快就有着落了 通过大党委在党委书记的牵头协调下 三个村是达成了一致 由石坑村牵头要打造一条 贯穿这三个村居的这条路道 融合发展党建先行 在不改变原有行政区划 财务管理体制等前提下 2021年开始 龙田镇把31个村社区 划分设立八个单元区域大党委 大党委书记 由连建主村的党组织书记担任 这让相邻的多个村党组织 凝聚一条心拧成一股绳 然而组建大党委 并不是简单的做加法 一开始呢 还是处于一种比较新的做法嘛 那么通过祖父的完善 建立了这个班子联席会议 这个考核制度等六项新的制度 来完善他的一些机制和做法 通过每月会议来研究 这四个村居之间有什么 党建制之间有什么大事小事 难事 以及这个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 作为议事机构 区域大党委按照一盘其思路 统筹区域组织资源和工作力量 推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人均环境整治等民生问题 加快解决 这个面积约500亩的镇级公园 龙田生态湿地文体公园 就联动了两个区域大党委 由浩西东坡两个大单元 无偿提供土地 乡前投资3000多万元进行建设 如今这里已成为当地群众的打卡地 老人家就喜欢在这边上上步 成练 跳跳舞 现在生活在这里 我们也感觉很幸福 东坡当元自从建立大单位以来 强化组织 协调一些职强不能解决的问题 还有共享我们各层局的一些资源 接下来龙田镇党委将建权大党委运行机制 以党建力量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现在我们这个大党委已经是开始发挥它的作用 它也是实实在在的 为这个村居之间 这个共治共享 共建提供的方向 朝着大家都能够壮大自己 集体经济的方向去进行 针对养老难题 2014年 元保监会在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四个城市开展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 2017年试点扩置全国 扎 近年来一些地方又不把公司和人员确打着一方养老的旗号 对老年人实施欺账 导致一些老年人陷入房财两空的劲敌 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一种保险产品 而不是投资理财产品 但是以防养老保险被口口相传为以防养老 从而使人们产生曲解 骗子们最常用的是借以防养老之名 实施套路贷等违法犯罪行为 导致参与其中的老人 不仅没拿到养老金 还失去房屋 甚至背负贷款 近期 我是多个在售楼盘推出购房优惠 吸引不少市民参观了解 因为女儿女婿在汕头工作 周女士和老伴也来到汕头生活 他们打算在东海岸片区购买一套住宅 作为改善型住房 对于以防养老骗局 他不甚了解 但他表示 买房时应该多和家人商量 我还是没经历过 一般大师的孩子 小娘的老跟小娘啊 新购置婚房的苏先生则表示 没有在汕头听说过这类骗局 对于购买预售房 既要前期考察 也要监督工程进度 大概差不多几周就会过来看一次 然后几个周都有相对的变化 有的时候还拿个小型的飞机 然后飞上去飞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 就是说消费者 还是通过一些正规的一些渠道 来购房 包括一些品牌好的 名气比较大的 甚至是资质比较高的一些开发商 购房还是要认准品牌 对于一些高额房利或者是低于市场价格的房产 购房者还是需要留一个心眼 随着政府稳经济筑企困及促进消费的有利政策相继出台 未来房地产市场应该还是会稳定健康 积极向上发展 是房地产协会提醒购房人 买房要到正规房企 要查看证照是否齐全 是否有住建部门发放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 如果房企只和消费者签订线下商品房买卖合同 而没有网签备案就要警惕 购房你不要贪便宜 比如说团购啊 一次性付款啊 这个小厂这个小厂闲房啊 这个出现这个房线明显利益这个市价的 你就要谨慎了 今天上午市政协副主席陈炎带队 开展数字政府推进工作民主评议 落实情况监督性视察活动 我市数字政府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市局行政许可事项网上可办率98.5% 政府服务自助机增加到了1750台 实现了所有村居全覆盖 龙湖区行政服务中心 获评为省级标杆政务大厅 县区级标杆政务服务中心 专题视察组充分肯定了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落实市政协常委会 2021年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工作民主评议意见建议的成效 希望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到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 是坚定不移走工业历史产业强势之路的现实需要 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 拓宽数字政府系统的应用广度 让数字更好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群众生活服务 陈焕婷是广东省粤冀技师学院教师 也是市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市朗诵协会副会长 他和妻子刘文言志趣相投 以阅读全市家庭之美 用行动传递艺术之光 陈焕婷一家被评为2022年全国最美家庭 这是陈焕婷在家中定期举办的一次书友会 书友们通过即兴朗诵分享阅读的喜悦 能够感受到他对于演讲对朗诵的这种热爱 在这个屋子里就是有你 有我 有茶 有书 是他让我感受到了语言的魅力 陈焕婷夫妇都是一日不可无书的爱书者 除了每月参加各类读书会 他们还将客厅打造成三面书墙的家庭书吧 一千多本藏书让阅读融入他们的生活 然后通过阅读其实你会发现 除了你之外有更广阔的世界 因为阅读真的是一件特别划算的事情 生活在书的海洋里 女儿陈焕婷也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 除了阅读 艺术在陈焕婷的家中也不可或缺 他们鼓励 孩子通过画画摄影等艺术方式表达自我 我觉得读书会让我们懂得更多的秩序 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 而作为老师 陈焕婷带领班级形成爱书读书的良好氛围 还面向社会广泛开展演讲 为他人传递艺术之光 艺术在我看来 艺术在我看来它重要的不是作品 艺术是一种生活方式 是一种生活态度 你的内心被文化照亮的时候 你更加期待的是 有更多的人与你一样享受着文化带来的光芒 近年来我是深入推进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着力构建良好的育人环境 全国文明校园龙湖区金阳小学 对照文明校园六号创建标准 围绕利得数人的根本任务 把学校建设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 金阳小学以课堂教育为主阵地 充分利用校园广播 主题班会 少先队活动等方式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贯穿学校教育教学全过程 作为学生 应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倡导文明理念 长大以后 我也想努力成为一名文明向善 充满正能量的志愿者 多年来 金阳小学治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与潮汕文化艺术 开展排销书法金课堂 开设管乐舞蹈美术合唱书法等社团活动 同时学校以体育文化活动为抓手 设置武术 棋类 足球 游泳等课程 开展体育比赛 培养得志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我认为做文明的学生要懂得讲礼貌 语言和行为举止都要文明 还要讲友善 此外 金阳小学还以信息化促进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 将科技教育融入课堂 建设科技实验室 创课工作室 打建科技教育成果展示交流平台 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作为全国文明校园 我们广泛开展一些生动 深刻 富有成效的文明创建活动 让党的红色基因 中华优秀文化 科技创新 劳动教育等 浸润学生的心灵 不断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 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增采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3周年 今天起至本月23号 市委老干部局 市老龄办 市老年书画研究院联合举办 中华盛世墨香飘书画展 展出老同志们创作的 110幅书画作品 林兴盛 黄俊潮 红旗卢 黄赞发 肖新扬 谢慧彭等老同志 纷纷创作诗词 书法 美术绘画等作品 参加展览 祝福祖国 繁荣昌盛 今天上午 人行汕头市中心之行 市金融工作局 党澳县政府 联合举办 汕头市存款保险宣传示范镇 接牌仪式 党澳县后宅镇 成美博市首个 存款保险宣传示范镇 在活动现场 主办方还开展 存款保险 专题宣传活动 截至8月底 全县金融机构 存款余额 约48亿元 比年初增长3.29% 根据2015年5月1号 博物院颁布实施的 存款保险条例 同意存款人在同一家机构的存款本息 合计金额在50万元人民币以内存款保险实行全额赔付 近年来 我是稳步推进存款保险宣传工作 提升社会公众对存款保险条例的认知 今天上午 金平区税务局开展百日攻坚行动 适施大会 围绕重点工作任务 对完成全年任务目标进行动员 会上下属各部门签订目标任务责任书 此次百日攻坚行动 是金平区税务局深化税收征管改革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 金平区税务局通过百日攻坚 奋战100天 做到时间再打紧 节奏再加快 措施再强化 形成10个方面27项工作任务 来推动全年各项重点工作 落地见效 今年来 金平区税务局致力加强纳税服务 形成5大类12项特色举措 擦亮金益求精纳税服务品牌 各位观众 今天的上头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或许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明晚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